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它的这种格栅的面积要比GS4更大 只不过我觉得设计语言和GS4稍微的有那么一些相像 另外灯组LED的全光源这个没有问题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1 2 3 3个透镜 它是带有这种矩阵点亮效果的 前两个基本就是这样 我们来到侧面来简单的看一下 因为是从五款配置变为了三款配置 所以它的轮胎规格也有一些调整 那这些五款配置由低到高 分别是17 17 18 18和19 而现在低配车型就已经是18英寸的轮圈了 而高配是19英寸的 另外马牌的CSC5的轮胎 摄像价大概在1200块钱一条左右 另外这条轮胎虽然说没有特别突出的亮点 但是表现会比较的均衡 包括舒适性静密性以及一些抓地力都还是可以的 那另外无钥匙进入系统 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规的配置 但是传奇它做的好的一点是 它不需要在你解锁和闭锁的时候 还是需要去握住门把手 当你身上揣着钥匙的时候 你离近了它就自然就解锁了 而你走远了它就啰嗦了 所以说从这方面来看 传奇其实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和小创新的 它侧面线条造型和老款就保持一致了 那我们再去后面看一下它的后备箱和尾部的感觉吧 来到尾部呢 GS5的设计语言就和GS4有所区分了 它是用了一个贯穿式的这种尾灯 再加上一个贯穿式的镀铬式条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它的后备箱 很可惜啊 就是这台顶配的GS5 它依然搭载的是一个手动的后备箱 但是大家要知道 GS4的顶配可是有电动后备箱的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吧 但是呢 从整体的后备箱的布局来说 还是非常规整的 包括这个造型啊 空间都是比较方丈 所以我觉得会比较好放东西 那另外地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高度呢 也不是特别的高 当你搬去这种大的件物品的时候 也会比较的便利 所以以上呢 就是关于它静态的一些调整和升级吧 我们再去车内去看一遍 那现在我们来到车内啊 其实GS5的内饰呢 从上面的来看呢 变化也不是特别的明显 包括它的车机系统啊 虽然说厂家在宣传过程当中呢 没有说特别强调它的车机 但其实它还是挺好用的 它也有车联网 它也可以下载很多应用的APP 那另外它主要变化 比较明显的是下面这一块 因为之前呢 这儿是一个驾驶模式的调节旋钮 中间是一个机械挡板 然后右边是一些 座椅功能的操作区域 后面是两个杯件 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呢 你会发现这个手吧 老和这个杯子和这种水瓶打架 因此它首先这回呢 改为了一个电子挡板 那电子的换挡机构呢 让它的布局就会变得更加的灵活 因此呢 把这种杯件呢 移到了右侧 然后这边换成了这种 座椅功能的操作区域 那这回呢 我们是一个顶配的车型 所以它有座椅加热和座椅通风 那如果是中低配车型的话呢 这儿就是一块 简洁的钢琴烤机的试板了 不过这种烤机试板呀 虽然说平常干净的时候 看起来呢 确实是很显质感 但是只要一落灰呢 会显得有一些脏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勤达力一些 它会保证它的这种坐舱的氛围 那另外呢 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配置 那这次呢 全系都新增 标配了这种换挡波片 以及空气净化系统 那大家都知道 北方的空气质量 遇到了秋冬季节 是非常不好的 因此这个空气的净化系统 还是很有必要 那另外呢 我们再细化一下 最低配车型呢 它是增加了一个 胎压监测的功能 而高配车型呢 它为了在价格层面 保有这个竞争力 所以它的功能呢 有一些增加 有一些减少 比如说它增加了 车道偏离预警 车道保持 以及把巡航系统呢 由原来的定速巡航 改为了现在全速域巡航 也增加了 自适应的远距光灯 但是它的功能 有些减少地方 就在于 它缺失了 座椅的电动机翼 它把这个 副驾驶的电动调节 改为了手动调节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也可以理解 毕竟成本是摆在这里的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前排的变化 我们再去后排看一眼 现在我们再来到 GS5的后排 因为这辆车的车长 达到了4695 算是紧凑型SUV 一个比较长的车了 比它的竞品像长安CSU Plus 融为RX5 Max 以及刚刚在车上发布的 第三代16都要长 包括它的轴距 2710 也是一个不错的数据 所以你会看到 腿部空间 差不多有 三拳左右的这个空间 头部呢 因为它后面 不是一种溜背的感觉 所以说头部也有一拳有余吧 包括地台是纯平的 座椅的填充物呢 也挺柔软 以及它的这个靠背呢 也支持这些 多项的角度调节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GS5 后排找些好的地方 只不过有一个细节呢 可能需要再改进一下 就是它后面呢 只有一个USB的接口 为了要知道 前面它已经有一个 无线充电了 另外还有额外的 两个USB的接口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能 匀一个给后排 第二话呢 四个人就都有充电的接口 我觉得这个可能 是一个更加人性化的选择 那现在呢 咱们把GS5开起来 和大家聊一聊 那之前呢 我开GS8S的时候 我说过 就是传奇的车 其实是在自主品牌当中 它的行驶质量 是最接近于合资车型的 那当我开了越来越多的 传奇的车之后呢 我就越来越拥护 我之前所说的这个观点 那对于GS5来讲呢 我觉得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解读 首先第一个 就是它匹配的LVT的变动器啊 那对于中国的老野性而言 无论你双离合变动器 调校的多好 多平顺 多舒适 但是对于它们来讲 AT变动器永远都是 那个技术度最高 好感度最高 包括从技术层面来说 也是最成熟可靠的变动器 那从这辆车的一个结果呈现来看呢 我觉得虽然说1.5T的高速率的放动机呢 它的动力的爆发性呢 比较一般 但是这个6AT呢 对于动力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梳理 它整体的动态感受 就是非常的平顺和舒适 那包括你坐在后排 可能也会感觉到这种安定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家用SUV来说就足够了 那另外呢 就是悬架调节了 那之前呢 无论是这种云南腾冲的手臂试驾 还是后来我们在妙风山进行的山路拍摄 我们都感觉到 其实GS5它的底子 它的底盘的支撑性还是表现不错的 包括悬架这种会速度回弹呢 也都是非常的迅速 那只不过可能是在这种 绿伸质感方面 可能有一些 不是说那么的高低 但是这回呢 它针对底盘也进行一个重新的调整 比如说趁烫呢 由原来的橡胶呢 改为了现在的液压 它这样的好处呢 是对一些细碎的这种 信息的过滤会比较的充分 那我觉得对于家用SUV的使用者来说呢 这样的调整也是一个 他们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结果吧 那另外一个就是静谧性方面了 那其实之前呢 因为日产卫视部门的这个负责人 可能是调到了这个传奇的这边 所以说它对于静谧性来说 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改造 那我觉得两方面吧 一个是它整体的这种称称结构 包括说它一些隔音材料用的是比较充分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轮胎 刚才我讲到了表现的比较均衡 所以说胎造来说呢 也是控制的不错 那综合所述吧 这三点让我觉得GS5 其实它的行驶质感 在这一步自主品牌SUV里面 GS4和GS5两款全斗产品去共同出击 那我觉得无论是在设计感 还是在动力系统上 最好还是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这也方便消遇者去有更针对性的进行选择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RD说车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